一般來講的話 異味性皮膚炎 它本身這種 本身體質的關係 是不會傳染的 充滿歡樂的兒童室內的兒園 竟出現歧視病童的事 是因為有孕婦投訴 樂園內有一位 患有異味性皮膚炎的小女孩 令她感覺到噁心想吐 甚至擔心會遭到傳染 還堅持病童的家長 得出示醫生證明 不過皮膚科 專業醫師 以專業的立場駁斥 一般來講的話 異味性皮膚炎 它本身這種 本身體質的關係 是不會傳染的 醫師表示 如果有異味性皮膚炎的病痛 只要留意這個就行 除非它把皮膚抓破 造成有細菌感染的話 容易造成有 所謂續發性的 農家種的細菌感染 這樣子碰到皮膚才會傳染 否則的話 沒有接觸到是不會傳染 醫師指出 異味性皮膚炎 主要和先天遺傳 有較大的關聯性 異味性病原 大概來講就是遺傳體質 比如說父母親 他本身有過敏的體質 或是有氣喘 等等這樣的體質 那這樣子會遺傳給小孩子 機會就很高 那一般來講的 異味性皮膚炎是這種體質的關係 那在季節交替的時候 會變比較嚴重 那事實上 異味性皮膚炎 主要就是癢 脫屑 甚至有紅紅的現象 它會分佈在臉 四肢還有軀幹的位置 所以不要再有愚昧的想法 如此歧視病同 歧視的態度 只會比皮膚炎更可怕 社會中心太高了